为避免防疫出现破口 皮诺县政府紧急发出声明 华年晚会延办 肯定迎曙光停办 厂商原本在迁徙公园 以搭好舞台 收到通知后也开始动工拆除 县长潘孟安表示 此决定或许会让许多准备 要参加跨年迎新的民众失望 但防疫优先 希望大家能体谅 健康平安迎接2021年 公共的空间 那你很难去单一入口管制 那如果线上的话 你也很难去阻止人民进来 所以基于很多的技术面 再加上屏東也从来没有那么冷的体感过 体感温度从来没有那么冷过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旅游跟安全 再加上我们医护能力 当我们大家跨年 那么多的医护能力在守护着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部分 还是以防疫为优先 屏东市公所原本要在元旦号召万人 举行升旗即见走活动 因疫情升温市长林协松也宣布 取消见走活动 升旗则改以工作人员为主 因为天气的关系 还有疫情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原定我们明天元旦升旗典礼 跟践行活动已经取消 践行活动我们择日再来举办 另外内蒲香及林边乡也宣布 元旦见走活动取消 潮州镇的升旗改采线上直播 见走及路跑照常举行 要求参与民众要戴口罩 另外各乡镇公所跨年晚会部分 离港乡 盐补乡 三地门乡 潮州镇 方辽乡 都采脸书或YouTube频道线上直播 东港镇 恒春镇的跨年晚会则取消 因为国内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确诊病例 屏东县严正以待 跨年营兴活动多数喊咖 展现其心防疫的决心 屏东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 采访报道 由于明日会则取消 百生会儿 当 lider 强 祝